台湾良好的健保是许多外国人羡慕的 而预防医学也是很重要的一块 每个孩子出生之后都有许多疫苗需要施打 像是现在新生儿当天必须施打卡戒苗 预防肺结核的侵扰 但是明年1月1号起 新生儿接种卡戒苗的时间 将改为出生后的5到8个月施打 能够有效的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 卡戒苗从以前到现在40、50年 我们台湾老师现在 它把我们台湾的肺结核的发生率降低了很多 可是到现在我们发觉一部分的小朋友 会产生一些并发症 我们试着要让他并发症的机会越来越低 但是怎么样做才让他并发症越来越低 我们知道新生儿的时候抵抗力比较不好 因此我们今天把一个活的疫苗 打到身体里面去的时候 可能比较压抑不住这支疫苗 疫苗就可能跑出 细菌就可能跑出来作怪 因此我们就参考一下日本的做法 日本的话他们卡戒苗 一开始也是跟我们一样在出生的时候打 满月的时候打 可是在十年前左右改成五到八个月才打 他们发觉这样做了之后 反正骨头发炎的几率是大幅的下降 因此我们才决定从明年月号开始 比照日本的做法 把卡戒苗延后从五到八个月再次打 民众在享受台湾良好医疗品质的背后 有这么一群医师在背后默默的付出 观察国内外案例调整医疗方式 就需要让国人活得更加健康 让每个父母都能看着自己的孩子 健健康康的长大 凯博新竹陈鲁宏蔡文起采访报道